美國真的很想在中國大陸周遭阻包圍網 拉著日本 韓國 菲律賓 那最近是印度炒熱的相關話題 來看到美國總統拜登跟印度總理莫迪 其實還特別為他舉辦了國宴的款待 而且在白宮歡迎的典禮上 肆意明明宣誓說要演奏印度國歌 在演奏美國國歌 但是拜登好像沒有注意 一開始在演奏印度國歌的時候 立刻致敬 隨後發現了真的好尷尬 一起來看看 好 接著我們畫面可以繼續再錄 因為怎麼樣呢 拜登我們前面都已經私以說 我們先播的是印度 結果他手放上去之後 慢慢慢慢慢慢有沒有滑下來 因為他知道自己犯錯了 所以將軍你怎麼看 這個他拜登怎麼又出糗了 任何一個國家對自己國歌應該很熟悉 他居然在耳朵難道是失聰 不是他前面私以都已經說 我們先演奏印度 這個東西啊 你錯了就錯了吧 你反應快的話 修修領帶了 自然一點 頂多說哎呀你不應該做那個動作 但是不至於說 好像小學生偷糖果被抓到時候 那個手慢慢慢慢放下來 真的太尷尬 真的太尷尬了 所以他這個大選怎麼會贏呢 美國老婆說 我們下面四年還要用一個這種失智失能的總統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看的是笑話 你知道誰最高興嗎 川普啊 川普 對啊 因為怎麼樣 因為這真的是太奇怪了 那拜登最近講話也被大家講說 你到底在講什麼話 而且你真的是發自內心嗎 而且你覺得你嘴巴這樣講 還有辦法緩和中美的關係嗎 我們先來看看說 最近他跟莫迪有談論嘛 然後記者又特別問他說 美國會不會有點忽視 印度人權的民主問題呢 結果拜登怎麼說 我跟莫迪總理啊 其實就民主價值進行良好的討論 莫迪的民主其實 在印度有引發討論 其實是負面的 然後也說美中關係 沒有處於美印同樣的空間 為什麼 因為我們美印都是民主的政題啊 意思就是 我們跟民主國家在一起比較 意識形態比較對啦 然後呢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也說 拜登向莫迪提出 對印度民主倒退的擔憂 會不會這樣子提呢 因為很多人就說 你要談這個民主倒退啊 結果蘇利文說 美國是不會像莫迪說教的 印度民主制度的問題 就是由印度人決定 但是呢 來看到是怎麼樣呢 最近啊拜登就是講說 是習近平是獨裁者嘛 然後呢最近的說法說 這類的說法不會對美中關係 造成負面的影響 他預期很快就會跟習主席會面 這不叫吃人家豆腐嗎 你罵完人家說人家還會來找我 這叫政治上的性騷擾 政治上的性騷擾 先刺激你 然後還說你愛他 對不對 所以這個印度啊 我跟你講 拜登為什麼能捧印度啊 他是一個遮修部 遮誰的修的布林肯的修 你看布林肯還沒有去 對 美國就知道 不會有什麼太好果子吃 所以說我將來會很重視 印度的來訪 蘇立文就說 我們覺得布林肯不會有成果 我們最重視是莫迪 所以他知道你端不出什麼牛肉 去跟中國談嘛 對不對 跟王毅跟這個各部會 談了八個總統 一個三個總統 一個五個總統 就沒有結論嘛 習近平給你半個總統 就是禮貌訓的 接待你一下 所以我講他沒有成果什麼 因為布林肯出來就講 我遵一中原則 我台灣關係法 這個燙了三十年的老調 還是你現在來確認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沒有成果 沒有成果怎麼樣 惱羞成怒啊 所以就罵人家是獨裁 好 我們就獨裁來談 你罵習近平是獨裁 習近平是人大會裡面選出來的 莫迪呢 莫迪是他那個黨贏了變執政黨 他是那個黨的黨魁 我又當了總統 他也不是 印度人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他也不是由這個黨 全國的這個普選裡面出來的 所以他憑什麼不是獨裁啊 而且他的獨裁方式 中國大陸是一黨專政 他是用什麼印度教來專政 對啊 搞民粹 對不對 事實上他這個國家是不是很民族呢 阿薩姆幫 七個州 七個省啊 不聽他的 席克族不甩他的 國內三百個小王國 三百個土幫 印度的國語三十種 地方語言三百種 這個國家你說他有多大 而且都是種性制度一層壓一層 所以這個東西牽涉到 為什麼我講印度的基礎建設也不好 軍工生產也不好 他凡是弄工業的東西就垮了 你知道日本人給他蓋個高鐵 蓋了十幾年為什麼蓋不好 為什麼蓋不好 爭地啊問題 爭地是問題啊 政府執行沒有效率嘛 所以後面還有一個話題 我提前講 美國不是給他很多承諾嗎 開了很多支票 美國要去 什麼什麼要去 要發展晶體 要發展晶片 你問問以前凡是投資過 印度投資的人的痛苦經驗 都是撤資走掉了 真的 為什麼 活力發電廠電力不夠 交通網很差 鐵路網也很差 你看那個鐵路上面 車頂都佔滿人的 高鐵蓋了十幾年蓋不成 蓋了大橋就斷了 弄出來的火車第一天 新的高鐵火車第一天就出洋向 壞了 對 所以他的建設美工 我不相信美國會拿出多少錢去投資 OK 商人虧本身也沒做 肯定是美國政府叫他去做個樣子 拜登開的是空投資票 投資印度只有一樣東西有回報的 這個製藥工業 OK 全世界我承認這是他好的 以前我到印度去考察了二十幾天回來 台灣的台商問我 印度可以做什麼生意 我們可以賣什麼 我說你只能賣假角拖 假角拖 他十幾億人口只買得起假角拖 民生工業差 OK 假角拖便宜 它消費得起 印度的貧富差距太大 對 你看到很漂亮的寶萊塢 富利堂皇 對不對 日本的土豪賺錢的 搞電媒體的 那都是很有錢的 世界前幾大富豪 但是印度的平民老衛星真是窮 九歲的女兒就要嫁出去了 對 對不對 建民那就不能看了 那什麼叫民主國家 那什麼叫民主國家 人權更多 外國的旅客女性 卻還有被脫去強姦的 這案子很多 對不對 那他對付西克族 對付這些小邦 對不丹西蘭 他有過人權嗎 很鎮壓 鎮壓嘛 對啊 他的印度就要去對 摩斯蘭的回教國家 正不行的了 對啊 所以這個國家 是很奇怪的國家 但是投機倒把 我認為他是一流的高手 對 跟俄國買便宜的油 又跟美國勾勾搭搭 你給我技術我當然好啊 對啊 印度說好啊 反正成不成再講嘛 錢進來了 是 技術進來了 成不成你的事 但是我收到了 對 免費了 另外再來看到說 中國大陸科研能力 軍武這件事情也引發討論 法國的航語新聞就是說 巴黎航展的 中國大陸展現 先進的殲20的戰機 那他們認為說 那會不會殲20 有可能要有出口版本了嗎 這也預告說 殲20已經落伍了嗎 因為會有更好的戰機出現了嗎 這一次不只是殲20 殲10 FC31 空6K 運20 翼龍無人機 攻擊11無人機 空警500 這些通通都有在上面 但是他們最關心的還是呢 就是殲20 你看出來這麼多 拿到外賣 展覽 展覽就可以外銷 外銷代表什麼意義呢 它的 下一代的產品已經要出來了 準備好了 這個才能外銷 可能裡面還有些功能會減掉 但是要縮一點點 縮一點 現在我就要跟觀眾講一個問題 這二三十年來 為什麼中國的軍武科技 發展得這麼快 對不對 以前九六飛彈危機 我們不認為是重大的威脅 因為它的科技 軍武科技沒有多大 美國換兩航母就是鎮責了 對 我後來慢慢研究 找出兩個關鍵因素 第一個 解放軍 它後面都有一些相對應的大學在支持 像西北大學 西工大 西工大 它是發展戰鬥機的 所謂飛機的 哈爾濱大學 潛艦的 這個水上艦的 對不對 是 然後北京理工大學的是搞雷達的 搞火箭的 這個北京的航空大學是搞航天的 太空的 南京理工大學的搞火炮的 搞戰車的 那以前的底子還有金陵兵工廠 然後南京航空搞無人機的 還有它的海軍學員一千多人 每年給你製造上千的這個海軍軍官 所以你看它為什麼海軍下餃子這樣下 我告訴你啊 它有兩個條件 你們不是看新聞講 中國大陸的論文是全世界第二名 Paper發展那麼多 從它的Paper發展裡面 就看出它未來製造軍品的 著重的理論是什麼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它既然成為製造大國 它每一個工廠的工業機密就很好 我的漢工 我的電工 都是經過長期的訓練 才能做精密工業的製造 所以這兩個因素 一個是理論性的Paper 設計圖 設計的理念 一個是製造業的黑手 這個工業機密 來兩個結合起來 對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麼大的產品 以前我們不大了解這個工業機密 我在陸軍計畫署的時候 我就研究 我們的坦克車那個軸層裡面 有彈子盤 一個個小鋼豬 我說為什麼我們不能生產 我問了鋼鐵也在講 全世界只有兩個工廠會造 那個鋼豬表面要硬 硬到很滑的地步 裡面要軟 不會壓碎 滑呢可以增加這個滑動力 我說我們 我說可不可以做 我們沒辦法 這是人家廠的工業機密 每一個大廠都有自己的 獨特的工業機密 是別人沒有辦法仿造的 所以中國大陸 一個是相對應的工業大學 或者是這個理工學院 給你一些理論的基礎 針對你軍武發展他做研究 馬五雲不是一個人做出來的 他是一個團隊 帶了一個團隊 而這些團隊都是這些瘦博士 所以美國人很早看到 說中國大陸有千人計畫 我就要殺掉你這些華人教授 不讓你回國 或者把你用間諜字收押 就是因為外來的科技知識 從外面來 自己的研發能力又強 然後每一個軍種 每一個軍品的需求 後面都有一個大學在支持 其實這個東西美國也燃 我當管理學院院長曾經接待很多美國教授 我說你們怎麼對軍武科技那麼熟悉 他說我每年都要從國防部接案子 我大學就要做這個案子 那我說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準備 他說美國總統府會發佈一個指令 這今年走哪些發展 我們就知道哪些理論我可以去爭取案子 然後增加我學校的研究經費 替軍方做出貢獻 老公現在不是學這一套嗎 他很明顯這麼多大學 這麼多兵工廠 跟民間的工廠三結合 所以你看到現在什麼 前二世 軍二世 轟二世 什麼東西出來了 以前我都想不通 我說怎麼會那麼快 怎麼會有彎道超車的黑科技 明明美國是第一名 你跟它差距很大 這麼快就趕上來了 還有超車的現象 所以講教育重要 是是是 台灣我們有好的技職學院 去支援我們的國防工業 我以前在聯請幹活 我們談不上什麼國防工業 對不對 代工 大陸打台灣 前置大陸發展 這些綠美不會告訴你 中天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 而且權威的國際資訊和情緒分析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個力量 我會幫你 各個中國資訊和諸葬 我們一起去看 我們會不會 有優惠 知道 你存在